好 再来看我们的独家零线报导 这是被一月使民宫灭死的詹姓高中生父亲 他现在决定露面说明了 我们安静零线记者能接吻 案件持续来发酵 那么可以看到在前几天 其实都是由詹姓姐姐来出面说明 那么今天中天新闻独家为你访问到 就是这个詹姓高中生的父亲 他首度出面来说明 他表示儿子的过世是他人生最大的痛 而且表示如果是这个妈妈 真的是虐死儿子的事情属实的话 他没有办法原谅自己的太太 我们听一下他的说法 到目前为止我还是引以为傲 他的表现 到目前的为止 我就觉得还没有让爸爸失望 只是说爸爸真的是 对他很愧疚 越讲我就越不舍 而且是很多情况很多清晰 我还来不及跟他讲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詹爸爸呢 数度提到儿子是泪崩 他表示五六年前跟太太分居之后 就没有再见过儿子 因为太太总是会阻止他来见小孩 没想到最后一面竟然是见到儿子冰冷的遗体 而且是被打到不成人形 他表示当时见到儿子的遗体 他身上的伤痕让他真的是无法忘怀 一到那边我一看的话 甚至那个身体的话我就吓了一大跳 我说为什么会这样 他的伤是怎么来的 然后我就一直检视到他的脚 身体 甚至那个头的部分 都已经快要见骨 都见骨 那个皮肤就是 可能那个伤不是很久 就是说已经有很深入的一种 那个皮剥落的现象 我觉得 对对对 我就觉得很 就是怎么可能 可能是这样子 那么对提到这个太太 还是否是一个人所为 还是有日月民工的人帮助 另外有帮手 这个爸爸认为呢 他们里头就是 儿子参加这个日月民工已经十几年了 而且里头的人也都认识儿子 他相信呢一定是有人帮手来帮助 太太来打儿子 但是他相信 他不敢相信 他们竟然下得了手 我不能谅解的是说 一个小孩子这样 无缘无故让你打死之后 你还给他冠上一种恶名 扣他帽子 你想看看哪一个父母说 我小孩子 就是实际生命的 你还给他用一个恶名 那如果认为一个人 不要说弟弟 在周遭的人都会认为说 这样是不是 是不是你的心态上 根本就不是说你做事情 做错事情 对小孩子有点愧疚 那么这个张爸爸也提到 其实他在之前就有听过 这个他的太太 其实多次都会打儿女 而且呢打的是非常的残忍 没想到到最后 竟然把儿子给活生生的打死 他也希望这个警告单位 除了还儿子一个清白 不是吸毒之外 也把所有的事情给调查清楚 让这个儿子在天之灵呢 能够走的安心 这是我们的现场卫生 这种最新情形 把镜头交还给 彭内博